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样子的呢 听说流星就是一块黑乎乎的石头 怎么可能啊 流星就像超级球一样是会闪闪发光的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少了我们呢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得来了 汇集大地神迹的超级探测器 吃一口就力大无穷的巨无霸香肠 可以跟外星人对话的业余无限电 什么嘛 就凭你们手上那些我们怎么去找流星啊 比特 你的铁棍子看起来最没用好吗 看好哦 大地的神器 快来吧 找到感觉了 是这边 我们走吧 比特他没事吧 谁知道呢 比特 这条路对吗 当然对了 跟着我走就是了嘛 比特 这条路没错吗 再走一会儿就到了 这边 比特 这条路真的没错吗 当然没错了 我已经感觉到大地的神器了 我的香肠 乔丽 你自己不想 伯伯们 给我 给我 利特 那是什么 好黑乌乌的 看不清了 好像有什么一闪一闪的 扎尔斯 把灯打开吧 好的 那个难道是 这个就是流星吧 起火了 我们在马上报警 哪里要报警电话 有了 电雨无线电 你好 我是救援中心的小娟 大师不好了 这里着火了 什么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布鲁姆斯森林 那个小木屋里 我们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孩子们 先不要慌 冷静一点 想想在附近 看到了什么 或者是走过的路 走过的路 先是遇到了一个 岔路口 我们走了左边那条路 对 穿过了林间小路 我们过了原木桥 顺着悬崖边的路 走着走着 掉下去啊 就是悬崖下面的 这个小木屋起我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伙伴们 孩子们在布鲁姆斯树林里 发现了火情 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请大家马上赶过去 嗯 收到 收到 海力 我们现在得穿过这片树林 你在空中告诉我方向 交给我吧 啊 罗伊 走左边 好的 罗伊 凯莉 大家先推到一边去 哦 好的 这场火灾 差点就造成山火了 多亏你们才及时 避免了危险 真是外星啊 像今天这样 当发生火灾时 利用手机 公共电话 或者家里的电话 马上打119报警 不要慌张 要沉着冷静地 说清火灾发生的地理 如果是在陌生的场所 发现了火灾 就观察一下周围 找出有特征的场所 比如说像大楼 或者政府机构 学校 大树 十字路口 或者环岛 湖泊或者水库 地铁站或者是公交站 等地方 这样 街景赶来的消防队员 才会比较容易找来 大家都明白了吗 哦 罗伊 明白了 我想问问 你们几个怎么会来这里呢 对了 流星 怎么办 流星还在小木屋里面呢 你们看 我把它给带出来了 哇 流星 真的是流星哦 好漂亮哦 你们居然真的找到流星了 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们找到了 好棒哦 哈哈哈哈 请大喊 起火了 来 看好了 哇 好神奇啊 神奇啊 瞧你好棒哦 嘿嘿 不过是一点小把戏而已 真幼稚 你说什么 看好了 我比特的神奇魔术 哇 太棒了 比特 像我这样 才叫魔术嘛 你们看 斯普齐开魔术秀了 哇 真的耶 肯定很好了 肯定要去看看 斯普齐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你罗伊 这下我就放心了 小火星也是有可能导致大火灾的 所以表演结束前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哦 那我就要先回去了 慢走啊 罗伊 斯普齐 哦 比特 有什么事吗 斯普齐 让我做你的助手吧 助手 不行的 魔术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斯普齐 看好咯 看 怎么样 不错吧 那也不行 求你了 斯普齐 我想趁这个机会 跟你学会抽赞的烟花魔术 我的烟花魔术确实很赞 斯普齐的烟花魔术 是小镇里最棒的 不 应该是全世界最棒的 那可以吧 我想了想 不错 也许有个助手 倒也不错呢 谢谢你此不及 肯定很有趣 可期待啊 哇 我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居然有这么多朋友来捧场 简直太高兴了 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最棒的魔术秀 他们看到我站在台上 肯定会大吃一惊吧 斯普齐的魔术秀 马上就要开始喽 哇 哇 那不是普通吗 比特好棒啊 邀请今天的主角 斯普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 来到斯普齐的魔术秀 哇 哇 好棒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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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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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哈哈 哈哈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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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斯普齐的烟花魔术秀 哇 斯普齐加油 嘿 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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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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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自分齐火了 斯不齐 火 汐火了 哈哈 啊 哇 哇 Six 啊 不急快到 小心 你先躲开 好的 比特 你做得很好 多亏你大喊了一声起火了 大家才能紧急逃生 这没什么 孩子们 当遇到火灾时 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发生火灾时 应该大喊起火了 让大家知道有危险发生 找到建筑物里的紧急警报铃 并按响警报 如果找不到紧急警报铃 就用力敲击能发生的物理 告诉大家有危险发生 如果被关在室内 可以向窗外扔东西 或者挥舞衣物 发出求救的信号 只有这样 周围的人才能意识到危险 并知道如何去应对 哦 我们进去了 伯爷 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一定要完成最棒的魔术秀 斯普齐 你一定很难过吧 这个是你人生中 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加油啊 斯普齐 今天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是啊 所以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没事的 孩子们 你们看 第二次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就在明天上演 大家要来看哦 什么 第二次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灭火器要放在显眼的地方 什么 真的吗 没错 我本身就是五毛啊 哎 这下糟糕了 因为我这次的舞蹈大赛 我们要倒数第一了 天呐 无所不能的新帝 居然是五毛 别担心 新帝 让我来帮你吧 让我来瞧你 就让布鲁姆斯小镇的跳舞达人 比特 我来教你跳舞吧 什么 你要是跳舞达人的话 那我就是五毛 哎呦 要比试一下吗 放马过来吧 嘿嘿 有两下糟 瞧你 比特 你也不赖啊 这个怎么样啊 而age 看的 主要让我的吧 啊 啊 related 仙帝 我以前也是五毛 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也学会了跳舞 真的吗 这么说 我们就不会得倒数第一了 倒数 我们的目标 可是冠军啊 有你们 可以了 我们成功了 太棒了 这里也放一个灭火器吧 灭火器要放在这种显眼的地方 当遇到突发状况时 才能马上应对 明白了 麻烦你了 罗姨 谢谢 哪里 今天的晚会一定会非常精彩 我们可是精心准备的 一定要来看啊 罗姨 今天真忙啊 怎么放在这里 多碍事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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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底行不行啊 伙伴们 啊 比特 你怎么才来啊 我准备了秘密武器呢 哼 你们看 秘密武器 哇 这是什么啊 有请下一个团队上场 他们是心弟和他的朋友们 哇 哇 哇 好好好的 哇 好可爱哦 哼哼 我看不到前面 好丢脸哦 是的 兄弟 我们这身衣服 肯定能呀 嗼 我们可以的兄弟相信我们没错的 可我还是很担心 要开始了 我看不见 承着冷静 我害怕 勇敢的消防员 会一月为你守护 无论何时我们身在何处 他从来即选出现 放逐我们 独播难关 来啦 兄弟 哎 我尽力 我终于能看见了 勇敢即使有爱心 所以永远陪伴你成长 独立学习安全知识 下方安全牢记心中 我们就会战胜困难 所以带我们安全 先进行 招呼 招呼 灭火器怎么不见了 危险 你们先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把灭火器放在了不显眼的地方 这样做真的很危险 真对不起罗伊 差点因为我而酿成了大祸 我都不知道那里有灭火器呢 我也是 请大家仔细听好 灭火器很重要 它所承载的任务可不比消防车弱 灭火器应放在触手可及 而且比较显眼的地方 请不要放在水源附近 避免阳光直射 请定期检查灭火器 确认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每个月要左右摇晃一下它 避免里面的药剂凝固 嗯 明白了罗伊 兄弟 兄弟 你刚才跳得好棒啊 是啊 你表现得很好啊 兄弟 但是大家很辛苦地准备了 就这么结束了 好可惜哦 不会的 兄弟 你转过身看看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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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消防员叔叔 快来找我啊 米兔 给我站住 我在这儿呢 小伙儿 你的干嘛呢 多危险啊 对不起 请问您是谁啊 我是消防员叔叔 专门教训像你们这种调皮鬼 消防员叔叔 没错 下次再像这样调皮 我是不会轻饶你的哦 是 你瞧 他是不是有调皮了 有了这个保护膜 即使遇到再大的火焰 也不用怕了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回来了 伙伴们 认识一下 这位是邻村的汤米先生 过来参观我们的消防设备 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早就听说布鲁姆斯救援队 有个天才发明家 果然名不虚传呢 天才发明家 小娟确实挺聪明的 如果有需要我们救援的 我们会尽全力协助的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藏库里还有很多 更好的设备呢 请您收藤一下哦 看来我得在这儿 多待上一会儿了 哈哈哈哈 彼得先生 就那样被他勇敢地 救了出来 消防员叔叔 真是太酷了 你们不会是在说 那个像河马一样 魁梧 训个有些怪的叔叔吧 彼得 你对他是有什么不满吗 哦 你们是不知道罢了 昨天呢 其实是这么回事 怎么样 那个叔叔很奇怪吧 彼得 我不是说过 不可以在危险的地方淘气吗 什么 真是个淘气包 看来还是迅的不够 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 小妮 你帮我解释一下 呃 谁叫你那么淘气的彼得 小妮 你太过分了 你们跟我来 啊 我要让你们知道 啊 那个叔叔的真面目 哎 你们看 啊 好了 现在可以了 真是太谢谢了 果然没看错 真的好厉害哦 不是那样的 彼得 我还有功课得做 我先走了 我们也是 啊 我妈妈 不要走啊 我一定让你们看到 她的真面目 你们看 那只可怜的小猫 被她吓得一直在叫呢 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的 下来吧 慢一点 可可 哎 又好没事 真是太感人了 什么 其实不是那样的 彼特 差不多就行了吧 我先走了 哼 我们也先走了 我爸妈 嗯 小娟 出什么事了 装满草垛的仓库起火了 米妮和罗迪被困在里面了 请马上过去救援 好的 差点就闯了大火 你们怎么能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呢 太好了 这一次一定能抓到我需要的证据 干燥的稻草碰到很小的摩擦都有可能起火 所以非常危险 天哪 糟糕 危险 哎 雨辰 汤米仙下 小家伙 你不知道火灾现场很危险 不能靠近的吗 对不起我错了 没有伤到哪里吧 还好吗 嗯 啊 幸好没什么事 真是太好了 这些装备都是用来进行救援的 谢谢你小圈 消防员叔叔 谢谢你救了我们 谢谢你 嗯 是啊孩子们 消防员叔叔们为了我们的安全很辛苦 大家一定要常怀感恩的心 消防员们在危险的火场负责救火 舍身营救处于危险中的人们 对伤员进行应急处理 还会负责把伤员送到医院去 平时还会开展仔细的巡查 预防火灾的发生 无论是面对像台风或者暴雪等大的自然灾害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各种危险时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来救援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啊 是的 太棒了 汤米叔叔 你是我敬佩的大英雄 谢谢你 比特 昨天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不是说叔叔像河马一样魁梧 性格有些怪异的吗 大家保重啊 再见 汤米叔叔 再见